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音乐治疗师已经到今年是迈入第四年嘛 是的 那我除了呢有美国的音乐治疗师征照 也有德国的音乐治疗师征照 对 那为了维持这个征照呢 其实其实不管哪个国家啦 只要是专业人员都必须要做一些继续教育的学分 继续教育一些讲座 然后要累积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啊 然后你才可以累积这个点数有没有 像几分几分的点数 然后可能三年或五年内呢 你要到打几点 然后你才可以继续延续 然后review你的证照这样子 对 那我算一个周末呢 我就也是去参加这样子 音乐治疗师的继续教育学分的研习好了 对 它是一个研习啦 然后我参加的动机就是因为 我想要延续音乐治疗师的正常 我需要它这个点数 所以这样子研习呢 就也可以给我点数 然后呢 再加上 我如果去参加一个研习的话呢 它是从星期四到星期日 有四天的研习 所以呢 我也可以跟我们的公司 申请一个公假 对 可以不用去上班 我就很开心 有公假的机会出去玩 然后我就公司申请了 这个去研习的机会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好像 嗯 冬月治疗 现在也全职工作了三四年啦 好像有一种 有一种 有很职业倦怠的感觉耶 职业倦怠啦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就觉得 就每天呢 早上八点到四点半 在医院里面工作嘛 然后每天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这样工作 我就觉得 对生活就没有特别 有太起劲 太兴奋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 去参加一个四天的研习 然后也算是给自己放一个假 然后刚好呢 公司有给我这个假期的时间 就不用管别人在做什么 我可以好好的来照顾自己 听听看我自己心情在想什么 然后看看我现在有点职业倦待众 这种小小危机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对 好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讲看 是谁在主办这个研习的呢 这研习呢 其实他是一位德国的老教授啦 对啊 他是教授Tour News Timmerman 那他以前呢 他已经退休了 我那天看到好像是大概73岁吧 就是还蛮有声望的 退休的老教授这样子 然后他之前呢 是在德国的奥斯伯尔 奥斯伯尔奥斯堡大学里面的教授 然后他退休之后呢 他现在就 随不随就办这些研习的活动啊 继续教育学分的这些讲座呀 他主要的Client 他主要面对人呢 就是我们这些 正在职业的音乐治疗师 对 所以这个研习呢 也是专门给 有受过训练的 有毕业 有正早的音乐治疗师 来参加研习 那这位老教授 他所办的研习的名称是什么呢 就叫做 音乐治疗师的继续教育与督导 对 所以他也是算一个督导的性质 就是他 就是让音乐治疗师们 可以讲讲自己 目前 不管是自己身上发生的问题 像是我是有点直觉倦怠 自己身上的问题 或说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碰到病人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有个特别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人都束手无策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在督导的地方 然后跟这位老教授 跟这位督导一起讨论 对啊 那我再来跟大家讲讲这个地点 我们这群音乐治疗师 到底跑去哪里玩 跑去哪里督导 我们跑去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啊 这个督导啊 这个演习活动呢 他在Britzen Britzen是意大利的北部 意大利的北部有一个地区 叫做Sout-Tirore 就是提洛地区的南部 对他其实就是在意大利跟奥地利接壤的地方啦 然后那个地方他们主教的语言 大概70%的percent是讲德文 然后30%是讲意大利文 这很有趣哦 他的领土范围是意大利 只是他们的人种啊 还有文化 大概还是70%是讲德文这样子 然后有哪些人去参加这个宴席跟敦导的 那主要大概三四个国家的人吧 有当地的意大利人嘛 意大利人 奥地利人 德国人 还有隔壁的瑞士人 对就这四个国家的人 然后主要那边用的语文是德语 然后我们就在Sout-Tirore 在Britzen的意大利北部 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老镇 一个小老镇 一个古城嘛 这样讲好了 小老镇好像讲得很难听 阿尔卑斯山下面的古城 然后大家就见面 一起讨论自己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地点还是想要再多讲一下 因为这地方实在是太美了 大家想要阿尔卑斯山 它旁边就是好像还蛮有名的一个Dolomies 就是很像 它好像台湾的旅行社会打广告说 这是阿尔卑斯山 意大利北部 什么人间秘境的这种景色 它那个你从坐火车 我从慕尼黑下去坐火车 穿过两个国家 你就会看到 旁边山越来越高 然后树越来越高 然后它整个山 然后山峰山顶 然后还有白雪矮矮那样子 就很像在看一幅画 就一幅美丽的画 然后还有河谷 然后那边的 这个产业是怎么样呢 这个Sutiro 意大利北部的这些阿尔卑斯山小镇呢 他们整个产业主要就是 也是靠游客啦 主要是游客 来爬山的游客啊 或是冬天来滑雪的游客啊 然后来持续他们整个小镇的 营收的小镇的成长 对 那除了游客以外呢 这边的人啊 他们还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用山上的泉水来酿酒 所以你不要看呢 这个小镇 它小城 就很typical啦 欧洲的小镇就是有教堂 有广场 然后还有什么 一条河穿过去这样子 然后好山好水这样子 他们的地下室啊 很多都是酒窖 都在酿酒 然后酿完酒来赚了钱 来做什么 他们最近还蛮流行的 就是来盖那个温泉度假村 这样子大家没有听起来 真的很有那种身心洗涤的感觉 对我们一群 像我现在住在慕尼黑嘛 一群住在都市里 或是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啦 然后呢 我们选在哪里做演习 做督导 一群坐在都市里的人呢 我们跑到一个山的里面的小镇 然后做一种心灵放松的演习 还有督导 对 然后这个小镇他产的是美酒 滑雪 爬山 然后这些骚拿 度假村 嗯 好啦 总而言之呢 不用上班就很爽了 好 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讲 看我们那个四天的里面呢 四天的行程是什么 对 那大家想想 我们这群音乐治疗师 报名的人总共有15个人 然后总共是那个四个国家嘛 讲德语地区来的音乐治疗师 15个人 然后跟这个老教授 然后我们就在一个旅馆里面 然后我们做什么 围圈圈 他给我这种感觉 我第一天去的那种感觉 他有一点像那种人类学家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去 比如说要采集民歌 然后去 呃 泰雅族的风年记 采集民歌 然后搬了一台那个录音机 然后去看看这些原住民啦 他们做这些ritual practice 就是说民间信仰啊 他们是怎么样跳舞的 是围一个圈圈 然后或是布农族的什么八部合音 他们也是围一个圈圈 然后再唱歌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天 一下去感觉我也有一点点这种 这种就是类似这种民间信仰 然后有种人类学 音乐学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看 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阿尔贝斯山 就是在山旁边 那我们做的事情呢 也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圈 然后一起吹拉弹打玩音乐 对 就是很像 有这种ritual practice的感觉 对 但是我还是要很认真的讲一下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理论背景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用音乐来做这件事情 对啊 那我们的学习目标 还有我们在这次的督导 所要达成的这些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啊 第一个 我们应用的是极心创作 来回应病人的想象力 还有临床状况 就刚刚讲了嘛 就是在督导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跟督导分享 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碰到各种复杂的状况 然后碰到的各种就是阴安杂症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是音乐治疗师 都是受过去训练 有症状的音乐治疗师 然后配上这个七八十岁的老教授 然后一起来跟大家回答 一起 有没有大家有多贡献一些专业能力 然后来 希望可以回答每一个病人的阴安杂症的问题 对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很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做了很多 音乐乐器相关的角色扮演 好这个角色扮演就很有得讲了 对 这角色扮演呢 它主要用的架构 还有理论背景方法是什么呢 它其实啊 它用的是现象学 还有系统架构工作的一个音乐治疗方法 这是什么 好我现在要分两个名词来讲好了 第一个讲现象学 现象学 它原文叫phenomenology 现象学 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我这集会越讲越灵修 会很玄 会很神秘的感觉 而且这个名词很难解释 大家就听听看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好不好 有说这种东西 很哲学 很抽象 所以大家就能听就尽量听 好 那在德国呢 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其实是家族系统排列疗法的心理治疗大师 叫做 海林格 他是现象学很代表的一个人物 那对他来讲呢 现象学工作代表了什么 他代表啊 我们尽可能的远离常规远离我们的理论还有信念 把我们自己暴露在现实之中 因为他出现了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然后等待 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隐藏中出现 像一道闪电一样 突然呢 抨击中我们的真实和本质 然后照亮我们 使我们与现实和谐相处 把我们的知识欲望计划远远抛在后面 并在其中证实自己 好 我念完了海林格 对于现象学的解释 还有听 大家听懂吗 应该是有听没有懂吧 这就是其实我当时在海德堡念书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很多念这种哲学家的东西嘛 或是哲学家 批判思维 哲学跟科学的差别 主观经验课题等等 就对很多事情呢 好像都是有念 每一个字看起来好像都看得懂 但是串起来 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 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定义 现象学 他在这边所说的定义 好 我现在在讲第二个名词咯 第二个名词咯 在这边提到的是系统 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手法 叫做家族系统排列疗法的音乐治疗嘛 对 那好 刚刚讲的现象学 现在来讲系统 到底什么是系统呢 系统呢 他的原文叫System 系统呢 就是把关系网络啊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然后他把这些人 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 超越了单人 杀人 或是多人的范畴 他看的是整件事情 这样子 那他呢 有可能是原生家庭 现在的家庭 或是你的工作场合 或是不一样的协会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生儿人啊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一样的系统中存在 然后占有不一样的角色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系统 还有人跟人互中的过程中呢 就塑造了每一个人不演了思想 还有行为状况 对 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呢 我们那天 大家在做supervision 大家在做督导的时候 他看的也很多是每一个人 还有每一样乐器之间 他们的relationship啊 状态 他们的那个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他们 比如说这个人跟这个人 然后代表乐器 跟那个乐器的关系 好 那我们这样大概就很快的解释了一下 我们那天督导的这个手法 叫做家族系统排列疗法 然后呢 用在音乐治疗师的团体督导上面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音乐 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这是音乐治疗的一个 演习音乐治疗的团体督导活动嘛 到底为什么音乐呢 可以跟家族系统疗法相结合 然后他为什么 他的功效在哪里 那这个老师啊 Tony 我就是那天带队的这个督导呢 他也有提到啊 不管是音乐啦 只要是艺术 比如说舞蹈绘画 或者是音乐呢 其实呢 他们都是一种利用感官来表达 自己理解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 对 那这些艺术文化活动呢 他其实他的又有更深一层的原创性 就他的特殊性 还有他对于文化整个底蕴的一些原创性 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我们音乐治疗师在做的事情嘛 好 居然呢 我们是用音乐的方式 大家就要想象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哦 也真的蛮像 比如说你去布农族 然后看八部和音 我们那天是15个人呢 大家就围一个圈圈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椅子啊 就是用椅子排个大圈圈 15个人 大家老是一个人 总共16个人嘛 围成一个大圈圈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圈拉坦达玩乐器 然后再做角色扮演这样子 对 那我刚刚呢 就跟大家讲了一些理论背景基础 其实讲理论其实很难讲 尤其哲学东西真的很难讲 那那个时候真的是要 比如说去当下的体会啊 或是我等一下如果讲一些些 那些就是例子 可能大家会更好理解 好 我们刚刚讲完了音乐 那我们先来来更进一步讲乐器咯 就是说我们那天到底用什么样的乐器 然后怎么用这个乐器 然后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哲学观 怎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用这个乐器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提到荣格 对 荣格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瑞士的心理学家 大家都有听过 然后他有提到呢 一个字就是叫做Archetype Archetype它的中文呢 应该叫做圆形还有表真 就是呢 我们用这个乐器还有它的声音 然后来当做圆形 然后来当做个symbol 来表示说在整个系统排列里面的角色 好 譬如说呢 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讲几个乐器 然后还有他们几个圆形表真所代表的意义 譬如说呢那天用那些很多乐器 我现在就自己举例举几个好了 呃在西方世界呀 吹笛子 那这个笛子呢 通常其实台湾也是我们在国小的时候 大家都会学子笛 对不对 然后呢也是 呃 大家就是国民义务教育会学的一个乐器嘛 子笛 那他在西方的这些神话呀 在这些西方的故事里面呢 他对我们来讲就代表跟童年有关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会在学子笛 所以这个乐器呢 大家一看到这个乐器 可能呢就会把它拿来代表说 这是我的童年回忆 这是我童年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呢 呃 他也有以前一些西方的童话故事啊 神话故事里面很多牧羊人也会吹笛子 所以他也代表了牧羊人 然后有点孤独 朴素的象征 然后呢 在另外一些童话故事里面 比如说某个仙子啊 某个希腊神话呀 这些里面 比如说丘比特他也是会吹 丘比特是吹笛子吗 还是吹小喇叭 爱神丘比特 好像是吹小喇叭不是吹笛子 那我搞混了 他之前就有提到了啦 就是在童话里面呢 笛子也代表有很神奇 有magic的事情会发生这种意义 对 所以这就是那个 他用容格的这种表征 然后呢 用这些音乐的这个意识来看看我们 他是说从西方人 至少容格是西方人嘛 那他这些表征呢 是从祖先那边传下来的原始形象 然后这样子这种原始的形象呢 就会存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面 那我们音乐指导师呢 那时候在做就是用这些表征 用乐器呢 来把这些原始的集体意识 来再做呈现 对 好 第一个讲的是笛子 那第二个呢 那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乐器 就是他是往东方来的 他是大家在庙宇庙里面会看到的大螺 就是 那个大螺 对 那这个 这个螺的出现 从东方到西方 对西方来讲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表征 为什么他们这边要摆一个大螺呢 那 嗯 他这边讲到的这个这个解释啊 就是tonio这位教授 七八十岁老的教授 他就讲说呢 这个螺的声音 自 咚 哦 哦 他的声音可以延续的很久很长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有很多面的多向性 那可以 呃 也唤起大家很大的联想 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 这个声音就很长 很延续 咚 很久这声音 就可以呢让大家唤起很多的联想 然后做必然的解释 对那 对于西方来讲 这样很 可能很长很延续的这样的声音呢 其实他们常常会联想到的一个角色 就是父亲 他是很比较深层的声音 然后呢 这种陪伴 然后很延续在旁 旁边陪伴的这种嗡嗡的感觉 带在 这个西方人他们联想的一个 集体前一世的角色 就是父亲这个角色 嗯 好 那下一个乐器哦 叫做竖琴 竖琴呢 这个在希腊神话呀 或是在西方世界 其实很常在音乐治疗室里面 音乐治疗室里面 非常常见到一个乐器啦 对 那当然我们那天用的不是大竖琴 我们是用那种小竖琴 是很可爱 小小的竖琴这样子 他大概像我的那个笔垫这么大吧 然后也是很轻易的可以带着走 就很漂亮 可以带着走的一个乐器 那这个乐器呢 我刚刚讲到它很漂亮 所以在西方世界 它也是代表天使 一种纯朴 然后代表一种 有一种和弦 一个美满温和和声的一种天使 那种正向 升天的这种感觉 对 它是那种很安详啦 天使的感觉 或是因为呢 这个竖琴 它是这么小的乐器 所以它又带给人 是一种游唱诗人 可以带着走 然后可以游移走动的感觉 对 它是这个异象 好 那下一个乐器呢 我们那边没有 但是我觉得 我透过这本老师的书里面 我觉得它讲得很好 就是钢琴 钢琴是什么 钢琴就大家家里都有啊 就是很多人 第一个学乐器 可能就是钢琴 如果不是刚刚那个直笛笛子的话 那可能就是钢琴 对 那钢琴 因为它的体积很大 它代不走 然后它一定呢 要放在一个地方 它很占空间 就不要说占空间 感觉好难听 它需要一个空间 对 所以它相对其他的乐器呢 它是不动的 那它这边代表的意思呢 可能就是 它是有权威性的 然后呢 都应该都是其他的乐器 都要跟着他的一个乐器 对 比如说有一个权威的角色 那或是有一个就站在那边不动的 那代表有可能 比如说一个法律啊 比如说有一个法存在 所以大家就要遵守这个法律啊 有个权威的这个角色 对 这是钢琴 好 那下一个 我们那边 那天也用到乐器呢 比如说口琴好了 大家知道那种小小的口琴 然后可以带走在路上吹那种口琴嘛 那因为呢 它是一种小型乐器 然后很容易可以带着走 所以大家联想到的中文集体潜移是呢 马上联想就是跟旅行有关 或是呢 嗯 跟浪漫啊 怀旧的情感有关 嗯 然后在这个 因为这两边也常用到的乐器就是鼓 好打鼓是什么呢 鼓代表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 就是啊 他有提到哦 以前呢 在萨满的文化里面啦 对我说那根本就真的很像人类学家 然后这种民歌残奇声音 他在老师的书里面他听到萨满的文化 这个鼓的声音呢 常常被作为马 船 马车 或是雪橇的这种声音 也就是说这鼓声啊 他的意象是一种交通工具 对 那他可以就是表达是一种 比如说在旅途啊 在移动 这种交通 就是有延续前进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呢 这个鼓声呢 他也可以表达这个声明心跳声 所以他这个鼓声他代表意思就是一种延续在前进 不管是在交通上面 比如说马车雪橇声 或者是呢 人类我们的心跳声 一直在前进流 活力一直在移动的这种感觉 对 那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呢 我们那边也有人唱歌嘛 像八部合音不农组八部合音唱歌嘛 那人声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人声就是利用我们身体本身来作为工具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我们外部再来拿 来吹拉坦达的缘其妙 他是我们人身体来发出的声音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人声呢 他其实代表的是人格 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 他这个人性格 他发出的这个歌声呢 是悦耳的吗 还是歇斯底里的吗 他是有配歌词的 有正向意涵的吗 还是他是很跳音很活泼的之类的 对 人声呢 在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是一种人格的表现 好以上我就大概讲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呢 以德国的音乐治疗师 以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乐器代表的意义 还有整个他也是把 融格的这些archetype 这些象征啊 GT潜意识 然后渊世的精神形象呢 跟音乐治疗 整个科学 还有整个乐器的使用融合起来 那这边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 那当然我们那天不只有这些乐器 那天乐器还有很多种有什么吉他呀 然后有什么各种的那个那个shaker 就是沙琳啊 还有各种的乌克力力 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 所以我们那天其实有的乐器就更多 但是他们这一派的音乐治疗说法呢 就会呢利用这些象征 用乐器他本身不管是他大小 或他的性质可以带着走带不走 或是他整个音色是低层的代表妈妈 或是爸爸的低层老 厚实的声音之类的 然后来展现人们情感的象征 好讲完了为什么要用音乐治疗 为什么要用这些乐器 我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那天一个小小的case好了 就是小小的案例好了 就是我再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研习跟督导的活动 这是四天的研习嘛 刚刚一开始有讲到 然后总共是15加1个人 15加1等于16 15个学员 然后加这位老教授就是督导的16人 那这15个人呢 从讲德意的地方四个国家来 由意大利北部 奥地利 瑞士还有德国 四个国家15个人 然后在意大利北部 山上 山旁那个小古城 然后做这些很神奇的活动 对 那四天里面呢 我们总共就早上晚上都有一些活动 那他主要做的方法就是这个角色扮演 用乐器 然后就这个表针啊 乐器代表象征 然后做角色扮演 然后看看呢 不同乐器 不同声响之间的这些relationship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嗯 那我还记得有一个例子 我就把它称作叫做S小姐好了 对 诶我再讲一下 其实那天我好像是整个团队里面 最年轻的 因为其他来参加的这些音乐治疗师 他们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有50岁了 就是他们在整个音乐治疗界里面都还蛮算有地位的 对大概50岁 然后在那边做这样子演习 是的我应该应该是里面年纪最小的 嗯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例子就是S小姐 S小姐呢 她跟我一样是住在德国慕尼黑 然后她 那她有受过音乐治疗的训练 那她的问题就是说 她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当音乐治疗师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是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就是想学音乐治疗 你想当音乐治疗师 但你不知道去哪里学 或是你不确不确定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走上这个职业 然后不确定说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可以来学音乐治疗这个专业 那S小姐呢 其实她也是有这样子问题 她跟大家 但你们不孤独 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不管哪个国家 那这位小姐呢 她其实 也没有到太远金 她现在是43岁就中年啦 然后有两个小孩 然后住在慕尼黑的市区里面 对 那其实这个S小姐呢 她在13岁的时候啊 她就有被诊断 有忧郁症 所以她其实一辈子 其实心情可能起起伏伏吧 有忧郁症 那也有心情比较neutral 就比较开心的时候 对 她13岁的时候呢 被诊断 有忧郁症 然后她18岁的时候呢 她就有考 海德堡的音乐治疗的学校 那那时候 因为她本身就是疾病人关系 她那时候没有考上 她18岁的时候 那个学校没有录取她 那她就只好 就念别的啊 对啊 因为她没有考上 音乐治疗学校嘛 所以她就念了翻译系 所以她现在呢 她的职业是一名翻译 她是可以翻德文 英文还有西班牙文的一个翻译 然后 她因为她 你看她18岁的时候 就很想要念乐治疗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念 然后她到 大概前五年吧 在38岁的时候 20年后 38岁的时候呢 她念了一个 音乐治疗的在职专班 然后她的本身职业是翻译啦 然后利用下半时间念在职专班 然后也是最后 在38岁的时候 有拿到音乐治疗的学位这样子 嗯 好 那就大概介绍一下她的背景 那这位S小姐呢 她 她的家乡呢 在德国北方 那她现在在母女黑工作 所以她是算什么 算男飘嘛 反正她现在也没有在家乡啦 对 然后她说她 13岁那时候 被准断忧郁症的时候呢 对她讲 很大的支持系统就是她妈妈 她的母亲 那她母亲在哪里呢 她母亲呢 还是在她家乡 还是住在北边这样子 然后 她现在就跟她老公 还有她两个小孩 住在南边 然后她的职业是一个翻译 然后她有两个小孩 然后她的问题是说 嗯 她终于拿到音乐治疗学位了 但是因为她过去 却有自己忧郁症这样的病史嘛 所以她 嗯 还是不太确定说自己 能不能当上音乐治疗师 或者是呢 因为她自己本身有这个疾病的历史 那如果她再进入精神科 然后再看到更多 也是有患有忧郁症的病人 那不知道她 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应对 对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 她其实也有申请 在母女黑一个音乐治疗的工作 然后她那时候没有申请上 所以她就 嗯 又有一点灰心 就觉得自己终于念完 拿到的 在38岁的时候 利用在职进修 拿到音乐治疗的学位 但是好像 就一直拿不到音乐治疗师 这个职缺的入门饭碗啊 对啊 而且一直在 这个职缺的边缘徘徊 要进去还是不进去 然后终于有面试 面试没有上 那她一直就有一个心愿 想当音乐治疗师这样子 好 所以 这就是S小姐 她的历史 她的背景 那我们那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那天就 我们总共 15个人嘛 那家督导 督导她就没有下来 做角色扮演 她在旁边观察 那么15个人呢 这个S小姐 她就列出一些角色 比如说呢 有一个人要扮演自己 就S小姐 herself自己 然后一个人呢 扮演是她的老家 在北方 北方的老家 然后一个人扮演她母亲 她妈妈 就是她13岁的时候呢 带她 帮助她一起度过忧郁症的时候 这个妈妈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 扮演的是 她现在工作的地方 慕尼黑 在南方这样子 然后一个角色扮演是她的健康状况 就是她的忧郁症 就是七七复复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她的角色 职业角色 就是翻译 然后她想要的职业角色 是音乐治疗师 这个角色 对所以我刚刚讲 一二三四五六七吧 七个角色这样子 再讲一次哦 对于S小姐来讲呢 有一个角色是自己 然后北边的家乡 妈妈 慕尼黑 她工作的地方 然后健康状况 忧郁症 然后翻译 还有音乐治疗师 所以我们就 需要七个人呢 来做角色扮演 然后她把她的这个 人生啊 她的整个这些经过啊 什么乐器的经过呢 让她演出来 对 然后呢 因为每个角色呢 有不一样的特质 有不一样的 或是跟其他角色 有不一样的关系嘛 所以她就用 不一样的乐器 她指定哦 她当然是先指定人 就是我们这些学员 要来扮演这些角色 然后再来指定说 哪一个角色 要弹哪个乐器 譬如说呢 她一开始 她直接就选 最大最大的螺 她用最大的螺呢 来代表她的健康状况 就是忧郁症 她就会觉得说 这个忧郁症 像大螺一样 像乌云一样 好像一直跟随着她 这样子 所以她选一个大螺 来代表她的忧郁症 然后呢 我还记得呢 她那时候还选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一个很体积庞大的乐器 就是她选了一把大提琴 她选了大提琴呢 来代表她的母亲 她的妈妈 为什么 因为大提琴体积很大 然后呢 她可以代表 很深层的这种 深层的音色 有抚慰人心 一直在旁边支持系统 在旁边把她加油打气这种母亲的 抚慰人心的感觉 对 然后对于慕尼黑这个地方啊 她选择的是一个 我还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 有点破掉的非洲谷 就是 那个非洲谷有点烂烂的 然后她 就还可能需要 需要维修这样子 不是很完整 很新的乐器 是一个 有点破掉 需要在 维修的一个非洲谷 对 然后呢 她自己 选的是 就是一个小吉他 然后音乐治疗师的角色 她也是选了一个 乌克莉莉这样子 对 那很有趣哦 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被她选到 所以我是旁边的旁观者 那我们其他的学员 就拿这些乐器嘛 一个乐器就代表一个角色 然后大家就做即行 然后看一下 你看不一样的乐器啊 代表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即行这个音乐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忧郁症啊 这个大螺 因为那个螺的声音很大 很大声嘛 而且她是会一直延续的一个声音 一开始啊 那个即行第一声开炮 开响的就是大螺声 就这也代表了 她这个人声呢 是一直被忧郁症 这个心理状况 这个疾病所还 就什么 还照嘛 笼罩的对 那这些音乐都不是她自己演 她自己也是在旁观者 也在旁边看而已 她就指定我们其他学员 演这乐器 演这些角色嘛 她就在旁边观看 对 然后这个大螺一响 开炮第一声 砰 那其他角色呢 其他这乐器 当然一开始就先有点愣住 因为你那个大螺打那么大声 那其他人呢 就不太知道 要怎么接下去 对 而且大螺声音是很低沉 又很长 又可以很远的 那其他人有点难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一起演什么音乐 对 所以这个大螺这个人打完之后呢 下一个 我那个时候听到的乐器呢 是代表母亲的大提琴 因为不管是大螺声啊 或大提琴 她的声响都是很低沉 很厚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大提琴声就来了 就尽量的呢 跟这个大螺一样呢 拉很长的音 就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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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整个极星演奏的音乐呢 我在旁边当旁观者听到的 就是大螺声 跟大提琴声 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由于真 跟他妈妈的支持 就是非常有趣 这一开始的事情 然后大螺打完了吗 那其他乐器也就慢慢的进来啊 那还有一点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慕尼黑这个地方 因为它现在是当翻译嘛 然后在慕尼黑 有两个小孩 跟他老公这样子 饰演慕尼黑的是一个 有点破掉的非洲鼓 这个人啊 他就也是 没有跟大家一起玩这乐器 这个人呢 他坐在有点 坐在旁边 就 没有 没有真的特别进去 跟其他人一起玩 而是在旁边修那个鼓 对 就是 他说 这个鼓破掉啦 所以那个人 就饰演慕尼黑 这个有点破掉鼓的 这个人 他就 在最后 他在做讨论的时候 他就说 我需要修这个鼓 我鼓还没有修完 没办法跟大家一起演奏嘛 所以这个慕尼黑 演慕尼黑的这个人 还有他有点破掉鼓呢 就 一开始的时候 是坐比较旁边 就完全没有参与 他 整个其他人的演奏 这样子 对 那 我看到还蛮感动的 刚一开始 比如说这个大罗嘛 这大罗声呢 打完之后 他其实就只有打第一声 然后后来呢 饰演大罗这个人 怎么样呢 他是整个人趴到大提琴上面 就是打大罗的人呢 他整个趴到 像饰演妈妈这个大提琴的角色 这个乐器上面 然后像是很沉浸在妈妈的福报 还有呵护之中 这样子 对 然后你也看到 我现在觉得大家好像都是个戏琴 很会演 那个打大罗的人呢 他打完一声 他就把这个罗放掉 就白白地上 就不打了 他从头到尾就只打那一声 所以他挡得很长 他一打就是 整个很大声 把大家都吓到了 那种很长的声音 然后之后呢 他就趴到这个大提琴 这个妈妈角色的 这个关怀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 其他乐器就继续演 继续演嘛 对不对 然后慕尼黑这个角色 他就一直坐在旁边 都没有参与整个演出 整个角色扮演 对 然后一直是到非常后来 最后 这整个角色扮演 整出戏吧 像他人生的音乐剧嘛 都是在音乐中进行啦 大概有 应该有七八分钟 只有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慕尼黑啊 这个非洲鼓 他终于把鼓修好了 那终于呢 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玩其他的鼓了 所以呢 他就走过来 又又回到中间 这个圈圈里面 然后开始呢 慢慢一步一步的打他的鼓 那最后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 非洲鼓啊 这个慕尼黑的这个鼓啊 他最后跟谁的音乐是结合的呢 是跟 乌克利利 乌克利利代表的是 音乐治疗师这个角色 慕尼黑跟音乐治疗师这个角色呢 他们最后在一起演奏 就觉得很神奇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的呢 这个人呢 S小姐 他可能以后应该做事 是在慕尼黑当音乐治疗师 但是同时 他在就是翻译师这个角色 也有继续演奏 或许他 说不定做50%音乐治疗师 50%翻译师 有可能吗 是的 所以就跟大家大概描述一下 这是S小姐这个案例 我们那天在督导的时候做的事情 然后是怎么样用这种家族系统的方式 然后用音乐来呈现不同的人生状况 他有可能是音乐治疗师自己目前碰到的问题嘛 然后也有可能是音乐治疗师碰到个案的问题 对 那碰到个案的问题 就很深刻 这个印象又更深刻 我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做的个案分析是 我们要有一个人他的个案是要自杀的个案 就是我们要做自杀个案的角色扮演 那个就很精彩 然后这个大家如果没学过就不要学习好不好 因为我们大家是专业的音乐治疗师 因为我们常常就看到很多自杀个案 思觉失调啊 然后或是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个案 所以这些音乐治疗师 你看他们平均年龄 如果假如是50岁 就非常有经验 就要非常会演 真的 大家可以用音乐 然后把整个自杀的个案 他整个心理的历程都演出来 然后呢 也可以用音乐来看看 这位自杀个案 他旁边的支持系统是什么 然后我第一天晚上啊 就是演 我不是演 我也是 我没有被选中 我觉得好险没有被选中 不然我就演我也觉得很紧张 第一天晚上的这个个案 是一名自杀个案 然后我就看 哇 最后这音乐治疗师好像互丢骨棒 这射来射去的 然后 然后那位演自杀的这位小姐 这个角色 他 他演的是 他拿来乐器是一个铁琴 然后他真的就是可以用铁琴 敲出很 很尖锐 然后很 令人就是 魂飞魄散的这种铁琴声 然后再加上旁边骨棒丢来丢去 那天晚上 那时候又八九点 然后又 你看在 我们在山旁边 在阿尔卑斯山脚 八九点 一个老城 阴阴深深的 我觉得 我那时候 其实 有点想要 跑出那个房间 我想说 我现在是在看 哪出八点档 对啊 就是这群乐器 真的很会演 很会 很会 很会诠释说 我们整天 生活碰到个案的工作状况 对啊 他演的太真了 演那个自杀的样子 然后演到 我在旁边看 我就很想要 跑出那个房间 很想要把这台 乡土剧 自杀的什么 什么剧给关掉 觉得那个 感觉是很深刻 对啊 所以这个你说 大家一开始可能听到我 在山上出去玩 然后 有好山好水 美酒 烧拿 就是个宝地 这样秘境般的森林边的一个 研习课程 好像很爽这样子 不过最后 因为我们演这些 很多人性的议题 就是我们比如说 有演到自杀的个案 然后大家有角色扮演 也有演到 音乐制导师 各种变形的问题 所以 其实我在四天的 演习完之后呢 我是非常累的 我这四天 其实我大概 有一两天 没有好好睡觉 我第五六天 回到慕尼黑 回到家 脸上冒出超多痘痘 就是 对啊 我觉得自己没睡好 因为那个感受太深刻了 所以他在 emotional level 就是在情绪的这个level上面 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震撼 然后 因为这样子的音乐治疗疗法 就是家族系统上面的 这种工作方法 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啦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要看人 你相不相信这个疗法 它有没有效呢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 这是角色扮演嘛 对啊 那你角色扮演 它其实也是要看你说 对这个角色怎么诠释 然后这个音乐呢 它最后整个走向是什么 所以这是非常主观的东西 所以也不是说 哦 你说最后那个慕尼黑 来到这个音乐里面了 然后慕尼黑跟音乐治疗师 这个乌克莉莉一起弹琴 在一起合奏 就表示这个人 一定会在慕尼黑当音乐治疗师吗 不一定嘛 对啊 所以这一切都是 像看八点档一样 就是看戏啦 然后大家有没有要相信 或是对这样的诠释 或是什么感觉 那就见仁见智咯 好 那我在结尾的地方呢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 这位老教授 Tonius Timmermann 他在他的书里面啊 又写到一句话 就是说呢 这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原文叫做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对这个世界 全部的事情都了解 但是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 找到其中你存活的方式 对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式 你说今天他们做这个角色扮演 最后那个S小姐 真的会在慕尼黑当音乐治疗师吗 我们不知道嘛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要试图呢 就find a way 找到自己 自己不一样独特的方式 那我最后 其实我们这个四天演习 我们就早上做角色扮演啊 做这些自我了解啊 这些演习活动 那么晚上呢 大家就有一起去吃饭 然后就有 喝点小酒 因为那边缠酒嘛 所以他一定得喝一下啊 阿尔伯斯三泉水面酿的酒 对 然后喝点葡萄酒 然后我就有跟这个老教授 我就聊了一些问题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是很有智慧的老教授耶 你看七八十岁 然后在音乐治疗这个场合 根源这么久的老教授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 他工作了这么久 对不对 当音乐治疗师 当了一辈子 那他就是还是相信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 不管说像S小姐 他现在38岁了 那就不知道说 到底要当音乐治疗师 还是不要当音乐治疗师 或者说 要怎么当音乐治疗师 在哪里当音乐治疗师 这都不知道 但是他相信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呢 也许你不了解 所有世界上这些事情 但是你都会找到 自己该有的位置 好 那这也是我今天 也许给大家一种 心灵鸡汤一个鼓励啦 然后透过今天这个 活动分享 就是我们那天 大家去演习 蛮好玩的啦 四天在阿尔伯斯三三下 这个音乐治疗的督导 演习 那个小小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也是有点蛮累的 你看我回到家 我脸都长很多痘痘 我想说 那边空气不是很好吗 我脸应该 应该会皮肤更好吧 结果回家 蛮累的长痘痘 但是我那个水喝很多 因为那是三泉水 阿尔伯斯三有三泉水 那今天我是猛灌水 那水就是 特别清澈 然后 好像特别健康之类 反正 大家就说 在那边就要一直喝水 就要喝泉水 瞬间喝泉水 有可能这样 我长痘痘 我说不定 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假期 我这个小小演习活动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 在家族系统排列里面的 音乐资料手法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聊音乐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到我们iPS平台上 给五块新病留言支持我们 那非苹果的用户 也欢迎到其他平台 或者聊音乐的YouTube频道 按赞分享我们的节目 在Apple YouTube和各大平台 订阅这个频道 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新节目了 有任何想法或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平台上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一集 再跟大家继续聊音乐 拜拜 拜拜